电线杆下站着一个诡异的女人 老会上前查看情况 结果一瞬间吓得脸都黑了 我的天呀 这竟然是一具活生生的尸体 曾经在耳朵里夹着华为手机 笔直的站在广场上 腿上有大量的瘀青 而且死不明不 这笔直的尸体 直接给福伯特看懵了 头顶上灯包破碎 他们猜测 会不会是女人昨天打电话时 不小心抱到电眼杆 被闪电给劈死了 然后导致肌肉收紧 所以定在了这里 可在手臂上 没有发现伤伤很近 电灯也只是短路导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 福伯特注意到了 受害者身上的悟性 他耳朵上夹着未激活电话 实际上背着全新驴包 貌似是有人故意放到这里的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城市中又出现了一具诡异尸体 他全身赤裸的躺在椅子上 身体绑绑硬 法医将受害者身体翻过来 后背有着大量语情 说明他是死后被人送到了这里 据搭巴车司机说道 在一个小时前 还没有发现尸体 那就奇怪了 尸体完全僵硬的时间 需要20个小时 男人才躺这里不到90分钟 那身体怎么会完全僵硬 很显然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法医对受害人进行尿检 发现两个受害者体内 都含有大量的安眠药 而且肝脏都有轻微的暗红色 这意味着两人 都是吸入某种气体 窒息而死 不等风波罗反应过来 第三具尸体出现了 尸体西装鼻挺 打扮得格外氧气 鼻直地站在广场中央 接连三具尸体的出现 让风波罗慌了神 法医托下男人的鞋子 在脚底板发现了一个钢板 看来这就是保持站立的原因 受害人的手指甲盖 角落和脚底板都特别脏 不出意外 他上前很可能是个流量汉 风波罗将三个受害人的照片 放在一起 两个男人的身份不确定 只找到了女人的信息 他是一名护士 如果想从三个受害人身上 找到共同点 就必须从女人身上寻找 风波罗很快来到女人家中 在他的家里 发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图画 里面的其中一幅 吸引了威娜的注意 图画中是女子本人 她的眼神有气无力 可现实雕像十分相似 在图片右下角有个名字 威娜搜索名字后 很快来到画家这里 画家承认了女人是自己的模特 可面对女人的死亡 她却一点也不稀奇 甚至还爱搭不理 可看到另外两个受害者的照片后 画家竟然直接离开了 说自己喜欢画死人 纯粹是对艺术的欣赏 由于没有证据 傅威娜对画家也无可奈何 另一边 法医在一个受害人的头上 找到了大量狮子 但是他们已经死亡 通过狮子检测 得知三个受害人 都有吸食不同程度的 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傅威娜猜测 凶手先是将受害人 引用到家里 然后在水里放着安眠药 等他们晕倒后 将他们绑在了一个 蜂蜜的房间中 开始吸食一氧化碳 然后静静地等待死亡 一旦尸体完全僵硬 就把受害人 将到大街上进行抛尸 然而才刚刚知道 凶手作案手法 第四具尸体出现了 眼睛男在荒娇野外 看到了一堆老夫妻 刚想上去打招呼 却发现两人一动不动 瞬间赶到后备一阵发凉 此案件一出 瞬间在网上刷爆了热评 检察这边也收到了重要消息 原来画家认识了两个受害人 五年前他们在一起吸过粉 之所以不承认认识他们 是因为他妈摊上刑事责任 所以为了再次 把受害人的照片拿给画家 他表示看着这些死亡知识 十分熟悉 因为在几个月前 有人给他看过这种知识的照片 但是在他的眼里 他认为这些话都是垃圾 便只是看了一眼 你隐隐隐隐听到 需要参加市政雕塑比赛 根据这个线索 发为了上网查询 果然找到了类似照片 和凶手的死亡知识一模一样 作者发布了六张照片 而尸体只有五句 这就说明 凶手的杀人计划并没有结束 也许 他的下一个目标 正是眼前的小男孩 通过发布作品的IP地址 GPS的定位后 果然在图书馆找到了凶手 可他根本不交代孩子的地址 时间紧迫 福尔通过他电脑上的黄麻纤维 长循附近工厂 得到位置立马派出大量的警员出张 果然在一个破烂的地压室里 找到了男孩 此人男孩被绑在封闭的房间里 吸取一氧化碳 他们急忙给男孩松绑 从房间里抱着出来 为了赶紧对他紧急救治 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把男孩从死人手里抢了回来 凶手也终于落网 凶手把人做成雕像 竟然是为了让他觉得 自己是顶级艺术家 等待他的将是老底坐穿的准备 还是那句话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请不吝点赞订阅